今天在绿化袋捡了几个肥皂果 打算用它做几个天然的肥皂 它是会起泡泡的哦 看 洗干净的肥皂果取下外壳 里面的籽是菩提籽 可以做成佛珠 现在我们把果皮里面的造素煮出来 取90毫升的造素水 隔水融化400克的天然椰子油造机 倒入造素水中 搅拌均匀 就可以入模了 晾制一天后 现在给它脱模 真漂亮 是植物的颜色 可以送给小朋友洗手了 摘下新鲜桂花 清洗灰尘 控水晾干 水烧开加千年老冰糖 冰糖化了加桂花 大火烧开 转小火 熬好凉了后加土蜜 桂花酱芳香扑鼻 装入蜂蜜瓶冷藏保存 洗干净的玫瑰 摘下花瓣 放太阳底下晒干 想办法把它磨成粉 把磨好的粉过筛两遍 加入橄榄油盒为一 搅拌均匀 再加入土蜂蜡 隔水加热融化蜂蜡 过程中多搅拌 最后过细筛 等待冷却 现在已经天黑了 给你们试个色 哇 太漂亮了 是天然的颜色 花了20元买了一斤玫瑰花 这是可以吃的玫瑰 现在开始辣手催花 放进干净无油的锅中 倒入纯净水 锅中间放一个空碗 把锅盖倒扣 放入冰块 大火烧开 小火慢熬 煮出来的玫瑰水 是可以兑水喝的哦 看 纯露一直沿着锅盖滴入碗中 提取好的纯露表面 浮着一层玫瑰精油 把纯露装进 用完的化妆品空瓶中 最后把玫瑰汁过滤出来 把玫瑰汁放入冰箱保存 每次兑水喝一勺 嘴里一股玫瑰的清香 可食用芦荟一片 清洗干净 切成段 削去边边 然后剥出晶莹剔透的芦荟肉 胶质太丰富了 现在把它切成小块 放进水里浸泡10分钟 去除大黄素 10分钟后再清洗两遍 然后给它放入搅拌机里面搅碎 条件好的直接用破壁机 或者榨汁机 现在过滤出芦荟汁液 过滤的过程比较慢 一定要有耐心哦 过滤好后 我们加入玫瑰醇露 快速搅拌20分钟 再静置一小时就变成凝胶状了 现在我们把它装平保存 看 晶莹剔透 看 晶莹剔透太漂亮了 一个大柚子 用盐给它搓一搓 搓出香味后 冲洗干净 爆下薄皮 切成细细的丝 加盐腌制一会 再冲洗干净 准备好果肉 果皮 起锅烧水 放入千年老冰糖 冰糖融化后 加果皮 果皮煮到透明后 加果肉 搅拌均匀 小火收之后摊凉 最后加入蜂蜜 搅拌均匀 装入空瓶冷藏 这是多出来的 自己泡了喝 花了9块钱 买了一斤蓝莲花 清洗干净 切成两半 放入干净无油的锅中 倒入纯净水 锅中间放入容器 锅盖倒扣 用来收集纯露 冰块放在锅盖上 开始烧水 水开后 纯露顺着锅盖 往容器中滴 融化的冰水 记得咬出来 现在锅里的味道 已经变了 这个透明的 就是纯露 把它装进 干净的空瓶中 好香啊 花是什么香味 提取出来的纯露 就是什么香味 刚摘下来的葡萄 又五个 用淀粉把表皮清洗干净 切下有油囊的表皮 然后给它切碎 用最简单的方法蒸馏 水一定要放足 中间放入容器 锅盖反着放 冰球两个 用来冷凝 等待的过程 我们可以吃点下午茶 每天光临时花我不少钱 水果中的鱼籽酱 配上我的小甜点 酸甜爽口又解腻 太好吃了 再来一口 这边的柚皮也煮好了 看到油花了吗 不在水面上的就是葡萄 又精油了 分离出0.5毫升都不到 村长送的童年回忆 我们这里叫鸡转帘 果实很饱满 而且非常甜 清洗干净的果实 放入榨汁杯中 倒入少量的水 开始榨汁 把榨好的汁 用纱布给它过滤出来 刚过滤出来的汁是绿色的 现在开始熬糖 把果汁倒入锅中 大火烧开 捞去浮沫 慢慢地 果汁由绿色变成琥珀色 熬成这样就可以入模了 等待冷却后就可以脱模了 现在已经冷却了 可以开始脱模了 清甜的味道真好吃